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自從上星期一晚在中印邊境發生了嚴重的肢體衝突之後 印度方面針對中國的反制措施不斷 最新的消息就是 印度政府已經決定要禁止兩家國營電信公司 繼續採購華為和中興電信的設備 看來印度準備要跟大隊加入圍堵華為的行列 這間中國企業的前景實在是雪上加霜 根據路透社引述印度政府高層的消息人士透露 印度政府在去年其實公佈了一項接近80億美元的計劃 當中的一部分就是用來升級4G的網絡設備 幫助虧損的兩家國營電信公司 本來印度政府對於這筆錢怎樣運用 沒有提出過任何限制 但自從發生了中印邊境的嚴重衝突之後 印度政府下令不得採購中國製造的設備 尤其是針對華為和中興電信 而他們提出既然這筆錢是由政府的公帑補貼時 必須要使用印度國產的電信設備 而印度政府禁止採購中國網絡設備的決定 是有可能擴大到民營電信公司的數 據估計華為在今次事件當中 有可能損失高達幾千萬美元的訂單 雖然目前印度只不過從3G網絡升級到4G網絡 未去到5G 沒辦法 因為科技方面比較落後 但棄用華為這方面 具有相當的指標性 因為華為作為中國高科技的命脈 由美國帶頭來制裁和圍堵 拉攏其他友好國家五眼聯盟諸如此類 好了 如果印度決定在這個時刻 去抵制華為的時候 其實就等同於吸出一個非常強烈的信息 就是在往後的日子當中 印度和中國只會越走越遠 而且印度會逐漸向西方陣型靠攏 因為是否採用華為的設備 並不單純於一個商業決定這麼簡單 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驗證條件 就是驗證一下到底你這個國家 是否願意站在中國的一方 如果你不用它的設備 基本上就等同於向中國說不 在目前這個中美新冷戰的格局當中 而中國在中印邊境 競爭以西段的地帶 貿貿然地起衝突 也變相將印度推向西方陣營 而且有一個藉口 逐漸來擺脫過往 加入這個不結盟運動的影響 因為以前印度 不喜歡在美蘇兩個大國當中 靠邊站 但現在變成中美兩個大國 也不想靠邊站 但既然你這個大國對他不客氣 基本上他唯一的出路 就是靠攏美國的一方 所以這是極之愚蠢的行為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美國已經加緊了籠落印度的進程 甚至乎在年底將會舉行的七大工業國風會 美國總統特朗普也說明 是要邀請印度出席 擺明就是給足面印度 而且也看準了印度這個新興市場的發展 如果說這個生產成本 印度肯定是低於中國 因為他目前的發展程度是低於中國 而且下一個將會擁有急速經濟發展的新興市場 也會是印度 因為印度正正是受惠於 很多外國的生產線或者供應鏈 決定要撤離中國的時候 下一個落腳點就是印度 所以外國已經看準了印度的新興市場 當然本身中國也是看準了 賣了低階智能手機去印度 但是現在和印度交戶的時候 無異於好像任志剛所說 就是用石頭砍自己的腳 好了 現在突然砍中了 你說是多麼無謂呢? 想著是 所謂齒就挑軟的吃 但印度似乎不是臨齒那麼簡單 因為根據印度斯坦時報引述一名不具名的印度高級官員消息 所說 印度陸軍方面已經下了一道命令 給予駐守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的邊防部隊指揮官 一個完全行動的自由 可以令到他們在戰術層面上應對突發的情況 這個不具名高官就說 印度軍方在修改了接戰規則以後 邊防指揮官將不會再受到任何限制 可以採取一切的行動對付老解 包括不需要再遵守 中印雙方在1996年簽訂的協議 一旦遇上非常情況 有權指示部隊使用手上的一切資源來應付 到底在1996年的時候 中印雙方簽訂了什麼協定 這份協定叫做 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 裏頭說明 中印雙方在邊境實際控制線兩公里範圍內 都不得使用槍械開火或者以爆炸品爆破 除了把場日常的射擊訓練除外 現在在嚴格來說 中國也沒有違反這個協定 因為他沒有開火 只不過是自製了一些所謂的狼牙棒 其實就是一些鋼筋的鐵支 再燒了一些針頭的東西 很粗的 然後再捆綁一些鐵線 玩原始武器 如果嚴格來說 你問他是不是有違反這個協定 就沒有了 只不過他就在現有的框架裡面 不停地轉空子 如果他要對付那個是香港的 很容易 狼中之物 予取予攜 但是現在他對付那個是印度 印度不是傻的 你先玩狼牙棒在先 當然雙方都說 你侵入他 他侵入你 後來莫迪就說解放軍沒有進去到印度 現在當然沒有進去到 都敗走了 但是現在印度 如果真的下了這裏的軍令的時候 其實你不能夠說他完全是沒有道理的 因為印度方面 他就已經列舉了所有的證據出來 包括就是腦解所用的狼牙棒 又被人檢視出來 然後放在上網 在Twitter那裡流傳 好了 你說如果是印度方面 入侵的時候 根據中國外交部的說法 到底有沒有什麼證據呢 因為根據很多家外媒的報導所說 就說星期一晚發生這個嚴重肢體衝突的時候 其實雙方都是摸黑進行的 甚至乎有很多傷了的印度兵 就是掉到加勒曼河那裡失救的 好了 印度方面就已經拍了照片 拍了照片 盡可能有什麼證據都放在上網 至於中國方面是怎樣 你除了用把口指控他 你用把口 大家都用把口 你說他入侵 他說你入侵 這些是口同被咬的事情 到底有沒有一些實際的證據 可以給得出來 加強到說服力呢 似乎到目前這一刻為止 都是沒有的 而且中國就連腦解的傷亡人數 都是沒有向公眾交代 沒有向國民來說明 美其鳴就說 這個數字如果一旦公佈了的時候 就會激發得到民族主義的情緒 但為什麼印度方面又不擔心呢 印度方面一樣是有民族主義情緒的 而且印度在收放方面 是沒有中國那麼自餘的 因為印度是沒有這個言論管制的 是不能夠把那些人在Twitter說完 禁言或者拘捕他 但是中國可以通過刪除微博 或者在微信那裡禁言 用這些高科技的方法 來把民族主義的情緒淋色 所以這件事到底是否說得到過去呢 故此如果印度軍方真的下了這道命令 叫那些邊防指揮官不需要再遵守九六年的協議 你都不能夠說他完全是沒有道理的 因為他沒有可能 走去跟你玩這個石器時代的設備 你玩狼牙棒他又去另外弄什麼投石機 你只是很幼稚 你為了不違反當初簽訂的協議 然後就各出其謀 這樣就等同於背棄了協議的原意 原意就是為了停火 才說明是不准再用軍火 不准再用爆炸品 現在你就不用這些東西了 但是就用其他東西 而且那些一樣是非徒 一樣是致命的 那你當初簽訂這個協議 真是把鬼嗎 所以你說印度方面 如果他真的這樣搞的時候 亦都等同於凍結了 中國在中印邊境有爭議的地方 他們一切的行動 因為印度方面似乎不是說玩的 尤其是軍方和民間 他們的情緒真的非常強烈 大家都看到了 在Twitter上到現在都沒有停過 說要抵制Made in China MIC 中國製造的產品 到現在都還在說 而且印度政府也說明了 打算針對中國300樣貨品 提升關稅 或者加強貿易壁壘 加強品質檢查等等 分分鐘別人在這方面會成功 因為配合莫迪 要扶植本地的產業 要扶植印度製造的商品 別人根本上這樣做就是一箭雙丟 中國現在搞這些事 等同於正中了莫迪的下懷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